我們可以看到包括了美中 俄 印法等等這些國家 都砸大錢 現在要重新開始這個太空計畫了 這到底是為什麼 因為月亮越來越重要 而且我們人類的未來 太空殖民世代跟月球 有非常重要的一個關係 我們先來談 在古代包括了太陽 月亮 星星 都有特別的一個功能 例如說那時候孔明他要借東風 他就要夜觀群星 那其實在西方他們都有共同的一個說法 他們在拉丁文當中 那個LUNA開頭的字都是不好的字 夢遊啦 風姿啦 狼人啦 月亮出現的時候 鬼哭神豪 連狼連狗都會叫 所以月亮它是一個陰暗的一個代表 是一個精神病的一個代表 但我們如果就科學的一個觀點來說 月亮很重要 地球它有兩大保護 第一大保護是誰呢 第一大保護是木星 木星在最外面 因為它很大 它就擋住我們 所以它是一個最大的一個保護 第二大保護其實是月球 很多人不知道啊 沒有月球就沒有人類了 啊 先說為什麼沒有月球沒有人類了 大家都知道萬有引力嘛 萬有引力就是物體跟物體之心 彼此有一個力量在拉扯對不對 如果沒有月球的話地球一天不是24小時 只有22個小時 因為我們的自轉會變快 然後如果沒有月球的話呢 我們地球的水就拉不住 這個也沒有辦法 但是很多人喔 可能會想說 這個有什麼關係呢 來講一些比較科學的一個例子 給大家做一個了解喔 我們地球最高的山叫喜馬拉雅山 標高是8000多 月球只有地球的六分之一喔 它最高的山9000多 那為什麼呢 因為它自轉速度比較快 那這時候很多人會說 那自轉速度快有什麼關係呢 大有關係 如果今天沒有月球 把地球給拉住的話 我們自轉速度變快對不對 山的火山噴發會持續的噴 哇 影響這麼大呀 然後水呢 它會拉不住 所以呢 它的水很多 你的大氣層沒有辦法累積起來 所有的水都揮發到太空當中 人類還在嗎 完全都不在 甚至於連外太空的攻擊 因為當整個太陽系的一個攻擊 例如說很多的什麼 隕石啦 小行星打過來的時候 第一個倒楣是誰呢 木星先打 打完之後呢 過了月球這一關 才能夠打到地球 所以6500萬年前 那次的恐龍事件 可以說他們真的很倒楣 那還好有他們倒楣 為什麼呢 他們不倒楣 就沒有人類了 我們現在可能是另外一種物種 在整個稱霸地球 重點來了 人類看月球 也整整看 看了一萬年 看了一萬年之後呢 真正的一個轉折 在1969年 1969年 那時候美國 其實他們的面子 已經被掃到地上去了 為什麼呢 俄國其實在太空計畫當中遙遙領先 他們那時候呢 最早打出去 不能用人嘛 用星星 用狗 然後呢地球軌道都已經布建完之後 那個時候美國總統想一想 不太對啊 放大絕 放大絕 對啊 要用一個大絕招 把這個情勢 把這個頹勢把它給拉回來 所以那時候他放大絕 放大絕什麼呢 我們美國要登上月球 登了好幾次中間那個故事之多 大家都自己去找資料了 但後面成功了 所以阿姆失狀 阿姆失蹤 大家都知道 這個就是地球上第一個登上月球的人 但後來這件事情完之後 全世界不談月球了 你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啊 原來那時候在搶月球爭霸的過程當中 發現幾件事情 很多事情 第一個 好高霧遠 第二個 花費太多錢 例如說什麼呢 各位你知道嗎 美國跟蘇聯 過去叫蘇聯嘛 後面蘇聯解體喔 美國跟蘇聯當中 為什麼蘇聯會解體你知道嗎 其中三大因素當中 最重要一個因素就是 雙方燒錢在比賽競賽太空嘛 那時候雷根說說大話說謊說到什麼地步你知道嗎 他說哎呀你們蘇聯慘啦 多慘呢 我們美國已經發明那種三千度的一個雷射 可以從直接太空 你們那個飛機 你們的船 你們的飛彈 我通通把你打下來 講這句話 各位想想看 雷根總統已經回天家去囉 一直發展了30年 現在的雷射就是開鎖而已 手機拿來開鎖 開鎖而已 當然啦 還有其他的效用 其實雷射有非常多的一個效用 但是現在的功率還沒有拉到那麼高 但最近喔 不知不覺當中 其他國家爬上來了 又開始了 下一個太空殖民世代的人 不是住在地球上的人 那現在如何要去太空做殖民呢 所以歐洲的計畫 美國的計畫 日本的計畫 他們都有一個共同的點 他們共同的點就是 其實月球當中有一個非常適合做太空殖民太空站的點 這個點是一個非常大的一個山洞 這個山洞在做月球的馬力20丘陵 這個他們在美國的計畫當中有喔 他們說做法是怎麼樣呢 火箭發射上去 太空船下來 然後進去 進去完之後呢 可以防止幾件事情 嗯哼 月球直接太 整個宇宙的輻射射線很高嘛 對 然後呢 溫度的變化很大嘛 它在山洞裡面會比較小 然後最重要的是 人類需要水 需要空氣 那水跟空氣呢 你只要有水 就能夠破解 現在目前來說的話 這個長100公里 寬50公里的這個 馬力20丘陵裡面 它有冰水 有冰水 它就可以鏈解 鏈解出來之後 第一個你有水 第二個你有空氣 所以太空世代當中 現在全世界都在想 那當然這個不是一時半刻嘛 這個不是一時半刻 月球會不會成為 太空殖民的一個起點 這個是大家都在看 這個所謂的馬力20丘陵 所以這個地方是很重要的 但是現在更重要的是什麼呢 你擁有了高科技 你才能夠來談這個 所謂的太空計劃 蘇聯的時代 被經濟被拖垮了 為什麼呢 因為比太空 比到後面還沒錢 一個國家列成15國 現在俄羅斯 其實有時候想講大話 都講不出來 為什麼呢 經濟全世界排第15 連上桌的機會都沒有 但現在為了制高點 為了太空計劃的制高點 還有一點 過去稀土沒需要那麼多 月球稀土很多 所以美國日本 俄羅斯中國印度法國以色列 現在通通都要去搶月球 甚至於最近美國花了820億 找了馬斯克說 2024年給我再再一個人上去 那為什麼呢 美國各位還記得嗎 就在50年前 他們利用了登陸月球 把太空的榮耀拿回來 而最近很多人在搶月球 美國他們說 我們要發射太空人 有趣了 哦 俄羅斯跟中國大陸說 你阿呆啊 你發射太空人幹什麼呢 現在是AA的事態 用遙控的就可以了 所以大家呢 還沒有搶月球之前 大家現在整個 所有的話語的攻擊 就已經開戰了